第一章,地图。离开黑文石柱空间后,罗锋继续朝宇宙周深处前进,环境自然更加恶劣,危险。 相比于因为厮杀导致强者陨落,反而三大绝地本身的自然危险才是令宇宙之主们陨落的最大杀手。 即使一些危险之地经过漫长的验证确认一些危险,可是偶尔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意外,在三大绝地内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后,昏天暗地地泛着深青色的狂风席卷了无尽的时空,在这无尽狂风所蕴含的冰冷冻结下,无尽时空早就无比凝结,没有一丝波动。 它的冰冷足以让宇宙之主们的神体瞬间冻得粉碎湮灭,它若是刮过宇宙之主的神体,更是能像刀子般切割下一块块躯体。 一点血色流光穿过重重狂风高速前进,越往宇宙周深处就越加危险。 甚至很多地方都必须乘坐宫殿类至宝。 相信能前进到这的,怕都是有巅峰宫殿至宝的。 罗峰正在温暖舒适的星辰塔,核心控制室内,他坐在柔软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有着一套精致的茶具,这是妻子徐昕专门给罗峰准备的茶具,茶叶自然也是精选。 茶杯中琥珀色的茶水冒着热腾腾的气流。 即使是宇宙之主,即使我实力能媲美冰封之主,可也必须待在星辰塔内。 罗峰端着茶杯,一路经过的诸多危险之地,很正常的一些狂风、寒流、飞舞的岩石都能轻易毁掉顶级宫殿至宝。 顶级宫殿至宝,这是宇宙最强者权力一击都难以损毁的。 可宇宙周内的自然环境却能达到这一步。 这却仅仅只是内域,当然是内域深处了,那黑纹石柱空间其实也算一个界限在黑纹石柱空间之前危险稍小,而黑纹石柱空间往后就明显更可怕。 这还仅仅是内域,自然环境就超过宇宙最强者全力攻击了。 若是核心之地,得多可怕,稍微波及点的力量就远超宇宙最强者本身了吧。 罗锋按道,难怪核心之地连拥有至强至宝的宇宙最强者都可能陨落。 幸好我有地图。 罗锋愈加庆幸,当初自己得到黑色信物,那黑色信物密室空间中竟有历代空间主人丰富的地图,原本从黑纹石柱空间到青色信物空间。 即使罗锋有星辰塔也不敢去,可有了详细地图,选择另外一条路线便敢去了。 这地图极其重要,相信我人类族群其他存在也是急需。 如果我人类族群个个都拥有这地图,怕是得到质保的数量都会大大提升。 罗锋微微点头,当即远在原始宇宙中的无尽幽海的意识进入虚拟宇宙。 罗锋现在的分身、化身,其中幽海分身长期驻扎银河系,偶尔前往祖神教子经岛接受传承。 而神力化身则是在地久深渊的隐秘空间中参悟纳密闻。 而磨砂族分身则是在黑纹石柱空间中化为岩石、魔力意志。 宇宙中生命无数,可只要是生命能够思考,就自然有意志。 黑纹石柱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强者能够触摸它,就是因为它的意志冲击太强,没有任何一个强者不管是哪一种生命都做不到碰触它本身。 现在磨砂族分身所在的那广袤的岩石极为大。 那具大岩石的不同区域,时间流速都有所区别。 整个岩石是处于时间流速3000至3120倍的区间。 平常磨砂族分身魔力意志,在这种压迫下,再来研究密闻图,法则效率明显低很多,只有正常情况下的十分之一。 不过因为那里时间流速快得多,所以照样研究密闻图,法则比外界效率高很多。 虚拟宇宙,雷霆岛之巅。 老师,罗锋站在混沌气流中直接喊道,远出气流尽头,一道金袍人影走来。 原本罗锋是面带笑容的,可一看脸色便微变,他清晰看到,走来的金色身影周围的混沌气流隐隐在变化,隐隐有开天辟的万物生灵诞生的奇异景色,有毁天灭地的蔑视场景。 诸多情景,视而幻灭。 罗锋,混沌城主走来,他的双眸都隐隐更加幽远。 老师,罗锋连翼攻身,恭喜老师。 他不是傻子,自然能看出混沌城主有所突破。 混沌城主微微一笑,道,只是稍有些突破,可离宇宙最强者却还差一些。 不过这次突破,已经令我隐约感应到那一层界线,我所走的路,我所前进地道,是可以成功的。 只要走过去,便能成为宇宙最强者。 恭喜老师,贺锡老师,罗锋大喜。 想称宇宙最强者,最难的就是找到一条路,一条其他强者未曾走过的路。 很多强者决定走这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可是有的路并非真是通往巅峰的路,或许是一条死路。 而混沌城主本来就极为强大,现在再做突破,已然感应到那一层界线,这种达到最后巅峰的感应是极准确的。 最后的跨越,谁也不知道耗费多久。 若是在这一轮回时代结束,还没跨越,那么便将永远无法跨越。 混沌城主凯叹,嗯,罗锋点头,只有原始宇宙,才能孕育出宇宙最强者。 你来找我,有何事? 混沌城主问道,喜事。 罗锋一笑,什么喜事? 混沌城主也笑了。 罗锋也不多说,直接摇指面前虚空,意念所致,顿时周围的虚空,混沌气流演化起来, 演化成一座巨大的舰船,一段开的巍峨山峰, 一倾泻着无数瀑布离水的山峰,叠加的巨大山脉。 同时这三者内部也浮现大量场景,无比详细的一处处场景。 地图 混沌城主惊讶看向罗锋,三大绝地的地图。 我现在发给老师,老师请仔细查看。 罗锋不再故作玄虚,毕竟三大地图极详细, 还有大量文字讲解等等, 单单他自己演化怕,是三五天都无法完全演化成功。 片刻,接收到那三大绝地地图的混沌城主仔细查看了后, 已经不再是惊讶,而是震惊了。 这地图详细程度实在太夸张了, 远远超过人类族群现在的三大绝的地图, 而且这种超越连混沌城主都有点心惊肉跳。 这么详细的地图, 这,这,这两大圣地宇宙的地图怕也不过如此吧。 混沌城主显得很是激动, 罗锋,你这地图哪里来? 这价值无量的地图没谁会乱放的, 而且没足够实力也不敢待在身边吧。 罗锋一笑,弟子在宇宙周内域走了大运, 发现了一黑色信物。 之后抵达黑文石柱空间, 进入了那黑色信物所对应的密室独立空间, 在那独立空间中发现了那地图。 黑色信物 混沌城主义获道, 黑色信物并不是多么珍贵的, 每一轮回时代强者陨落, 都会有一些黑色信物散落各处, 你走运得到一黑色信物倒也正常。 可黑色信物独立空间, 算是普通独立空间, 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地图? 是这样的。 罗峰凯探, 那独立空间中有一连绵山脉, 山脉的岩壁却是被一数万轮回时代之前, 乃至更加久远之前的一位强者薛平了。 而后在上面留有文字, 密文图等, 于是历代空间主人, 一个个都去丰富地图。 虽然中间也有十余位空间主人故意毁掉地图, 可我得到时, 还是有近九百位空间主人去丰富地图, 所以才能令三大绝地的地图如此详细。 混沌城主哑然紧跟着笑了。 哈哈哈哈, 我人类的运到, 运到。 混沌城主笑着点头, 也对, 每一位空间主人即将面临大限, 既然自身族群都要完蛋, 在大限之前留下地图也就正常了, 一代代如此, 你这一黑色信物独立空间, 单单这一点便使得它无比珍贵了, 历代得到它的都算是走运了。 走走走, 快随我去建巨府, 你这次的贡献真的是太大了。 混沌城主连道, 不管怎样, 族群都必须重谢你。 凭这等详细的三大绝的地图, 我人类族群轻易便能多得到好些至宝, 我人均实力会在将来的岁月中不断变强, 我就不必了。 罗锋连道, 地图给了老师, 老师再转交给巨府即可。 嗯, 也好。 混沌城主点头, 那弟子告退, 罗锋随即退去, 身影消失。 混沌城主看着罗锋身影消失, 心中唏嘘, 自己这弟子罗锋实在是不同凡响, 实力进步迅猛, 给族群也带来一次次好处, 像当初元祖崛起, 巨府创始者崛起, 也同样有着一次次让人瞠目结舌, 惊异的诸多事件。 每一个强者崛起, 都是一个传奇。 我这弟子的经历, 也堪称传奇, 看来他真的很可能将来, 也立足那最强者行列。 混沌城主一笑, 随即便去见巨府创始者了。 那朴素神殿前, 天赐我人类, 天赐我人类。 哈哈哈哈, 这三大绝地地图, 有了这地图, 即使放眼宇宙海, 怕也就寥寥几股势力, 能和我们人类媲美吧。 巨府创始者哈哈大笑, 之前宇宙周事件后, 我也没多少际遇, 我便离开宇宙周, 又回到清风界, 清风界才是我的运气之地。 当初元奥之主陨落后的地图, 被瓜分, 我正因为之前地图残缺而困扰, 有了这地图补充, 在清风界中我倒是更轻松了。 混沌, 巨府直接道, 这次罗锋贡献极大, 便定为两万贡献点吧。 好, 混沌城主点头, 你也努力再进一步, 跨入宇宙最强者行列。 巨府凯探, 到时, 我人类族群自当更加强大, 到时候有你帮助, 或许我也能尝试尝试, 想办法将元祖救出来。 混沌城主轻轻点头, 这事情他也知晓, 元祖被永久镇压, 想要再出来, 何其难? 不过, 只要实力足够, 没什么事, 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事情他想要看, 道理不可能的。 如果有您考虑, 请周识 khed尽, 虚园险阅子。 感谢观看